布列斯特和約 布列斯特是位於白俄羅斯的小城 十月革命前後 他叫做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 屬於俄國的領土 如果他不是記錄了一段重要的歷史 也許 布列斯特今天仍然密密無聞 十月革命對勝利不久 蘇維埃政府頒布列寧起草的和平法令 並多次向參加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協約國 英法等國政府發出倡議 立即停火 展開和平談判 實現不國地 不賠款 公正民主的和平 但是蘇維埃俄國的這一和平倡議 做到英法等協約國的斷言拒絕 英法等國對世界上出現的 這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行之入骨 他們要求蘇俄在東線繼續和德軍作戰 這樣 既能夠牽制著一部分德軍 而可以讓新生的蘇維埃俄國和德國 殺過兩敗俱傷 從而將蘇維埃政權壓迫在搖嵐之中一戰雙雕 列寧和布爾什為黑黨中央的決定 不受英法等國的擺佈 即時單獨與德國將和平談判 德國竟然同意了 然而他們迫切希望擺脫兩線作戰的不利局面 以便集中兵力和英法等國決戰 另一方面 德國捉絕了蘇維埃政權 渴望和平 重建經濟的心理 打定主意 狹敢敲哨一觸說 從中是撈嘴最大的好處 於是 從1917年12月3日起 兩國在當時俄德邊境的小城 德軍東方戰線司令部所在地 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 開始了和平談判 經過兩個多元的純槍事件 德國在第二年的2月9日向蘇維埃代表團 發出最後通點 俄國別須讓給德國15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外加30億勞報告賠償 否則就繼續打下去 便無出路 這哪算是談判 簡直就是強盜的敲詐勒索 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和蘇維埃政府內部 爆阻激烈的爭論 很多人強烈反對 向屈辱康克的和約上簽字 他們發誓 要將和德國的革命戰爭 堅決地打下去 還說對帝國主義的戰爭 別將點燃德國與其他國家內部的革命烈火 但是 列寧的主張在和約上簽字 他的考慮非常實際 由於年年的戰爭 國民經濟遭到嚴重破壞 人民的生活困苦不堪 非常需要和平 士兵亦以根平力盡 再硬打下去 生生的蘇維埃政權 便會迅速跨台 或者贏得喘息的時間 恢復經濟 建設一支新的軍隊 捍衛十月革命的成果 就必須先退一步 哪怕德國人提的條件再苛刻 暫時也能接受 他深層地告解戰友們說 現在對社會主義事業來說 再沒有 也不可能有被俄國 蘇維埃政權的崩潰 更大的打擊 與德國談判的蘇維埃政府代表團團長 外交人民委員托洛茨基 強固列寧一旦德國發出最後通電 立即在和約上簽字的指示 自作主張向德國方面宣布 蘇維埃共和國決定退出戰爭 繼續服員軍隊 但拒絕簽署和約 德國政府部賢大佬宣布 從2月18日起 全線恢復對和國的軍事行動 列寧心急如焚 在他的反覆勸說和強烈要求下 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 向德軍恢復軍事行動前兩個小時 將來一次表決 不幸的是 列寧關於重開談判 與德國人簽訂和約的提議 指差一票被否決 但是 殘酷現實 無情地反對了黨中央內一些人的幻想 德軍從2月18日起 果然發起了對俄軍的全線攻擊 由於 舊軍隊卻在復然之中 紅軍才勾勾開箭組件 很多陣地沒有人防守 德軍奪取了大量的裝備和彈藥 進展迅速 那晚 黨中央的緊急會議 一直開到深夜 列寧提出了一項新提議 立即按照德國人的全部條件 簽訂和約 經過激烈的辯論後 終於以一票的微弱多數獲得通過 第二 人民委員會 即時打電話給德國政府 同意簽訂和約 但是 貪囊架惑的德國政府 故意拖著不答覆 德軍集中優勢兵力 忍夜猛攻 眼睛就要兵臨匹德格勒城下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處在萬分危急中 俄國功能的神聖義務 就是要 奮不顧身地保衛蘇維埃共和國 抗擊資產階級帝國主義德國匪軍 以列寧維修人民委員會 迅速發握了告全國人民書 在列寧的號召下 全國人民迅速動員起身 紛紛拿起武器 投入到保衛祖國的鬥爭中 一致之適合組建的 暫升紅軍部隊 火速開往前線 橫強地擋住德軍 對匹德格勒的進攻 德軍最高統帥部 枉圖用閃電戰 一舉打誇蘇俄 奪取蘇維埃首都的計劃 宣告破產 從此 紅軍開始橫京 德國入侵母那天 2月23日 作為紅軍的建軍節 而載入史殘 在同一日 蘇維埃政府 收入了德國政府 故意拖延多日的電報 但是 福電提出的和談條件 更加苛刻 各樣土地的面積 必須擴大 賠償增加一倍為60億勞保 而且限令 48小時內作出答覆 黨中央內部 又開始炸開了鍋 很多中央委員情緒異常激動 強烈反對更得國人簽字 揚言 與其這樣屈欲求我 不如缺一死戰 列寧維已經失去了 一次和平機會 而痛心疾首 眼睛局面可能再次失控 他照顧萬分 但是說 這完全是一種必要的推強 如果繼續搞革命空談 我將退出政府和黨中央委員會 但是 列寧堅定地轉換語調 我將向黨呼籲 黨是會支持我的 列寧的執著和誠知 到底感動了多數同志 他的提案最終通過了 按照德國政府提出的新條件簽訂和約 1918年3月15日 第四次全俄蘇維埃非常代表大會 正式批准了布列斯特和約 會議決定將首都從皮特格勒簽到莫斯科 布列斯特和約的簽訂 標準著蘇維埃俄國 正式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蘇維埃政府 引起了寶貴的喘息時間 從而能夠恢復經濟 建設紅軍 鞏固政權 為跌取國內戰爭的勝利 和粉碎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 奠定了基礎 布列斯特和約的簽訂 亦讓德國人暗暗得意 他們認為俄國人的退出戰爭 意味著從此同盟國的兵力 被協約國佔據了優勢 因此和約簽訂後 一周不到 德國就從3月21日起 連續放了三次西線攻勢 站在一隊擊敗英法軍隊 但是事與軟為 德軍連年受挫 打到9月間 協約國軍隊全線反擊 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 美國軍隊加入協約國作戰 更加在德國說上加傷了 而從9月底到11月初 和民國的保加利亞、土耳其 奧空帝國先後戰敗投降 又讓德國更加孤立 戰爭引發了德國國內的革命 聲勢浩帝的工人總罷工 和士兵武裝起義 逼得不可一世的德王威廉二世 被逼在11月9日宣布退位 逃往荷蘭 但是國又無力再戰 兩日之後 簽訂停戰協定 宣布投降 第一次世界大戰 是人類歷史上一次空前災難 它長達四年之多 捲入戰爭的有33個國家 人數超過15億 佔當時世界總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 直接上戰場的約有7千萬人 死傷3千多萬 各個交戰國的經濟損失 約2千7百億美元 一戰停佔協定簽訂之後的翌日 蘇維埃政府宣布 廢除不平等的布列斯特和約